簡單一片放包 加上蝦肉和心機 搖身一片成為 珍貴的懷舊菜式 一身金黃的蝦多士 就像一塊金磚一樣 吸引食客的眼球 原本軟綿綿的麵包 炸完之後變得鬆脆 上面的蝦肉既有鮮甜味 又有爽彈的口感 麵包都可以上得大場面 蝦多士你是可以的 翔哥 跟著你們Chef Horde 我都開始有點領悟 領悟 是否主食秘笈 這些固然之是 但最重要是怎樣用食物 去跟別人交流 因為有時見到你跟柱 這麼開心地交流心得 我還是覺得 美食真是一種 世界的共通語言 很羨慕 那你說得對 其實學會了這套語言 可以穿越不同的時空 吃到很多懷舊的美食 今天我約了我們的朋友 介紹一些懷舊菜式 懷舊菜式 是否有錢也吃不到那些 很棒 那就要去看看 但我們的朋友是誰 去到你就知道 走吧… 經常有個蛋神秘 Jacky師傅 很久沒見了 你好… 原來你說的是Jacky師傅 Jacky師傅 倡哥說今天有懷舊菜式 介紹給我們 真棒 倡哥 今天我特意帶來一個好朋友 你好 我替這首工菜大師傅 權哥 來介紹這幾道菜 你好 說一下到底是怎樣做的 權哥 來介紹一下你 我們不如先嘗試懷舊菇蘿肉 好嗎 好 我記得有兩款 這款和這款有甚麼不同 這款是用豬肝沐浴來做的 都是山沙汁 這個糖醋汁 炸香了 然後拌勻 權哥我想說皮很脆 怎麼可以做到這麼脆 都是控制油溫那方面而已 首先炸到八九成熟 然後再撈起它 叫做猛火 炸到它 不會含到油 你吃下去不會有油的感覺 對 還有脆皮 還有權哥的菇蘿肉的特別之處 現在很多走廊的菇蘿肉 都是糖醋汁 對 加了山沙汁 酸的層次豐富很多 還有開胃很多 不如試試新派的千層菇蘿肉 好 試試 好像圓柱形似的 對 因為它很短 對 咬開是一層層的 這就是千層菇蘿肉 對 咬起來會比較鬆 對 對,它是一卷一卷 也是用豬肉 我們用豬腩肉 把它雪凍了來刨片 然後加一點甜花 然後就捲捲 沒錯 我覺得兩個都很棒 這個吃下去的肉感會比較強 有些咬口肉味會再重 咬嚼肉我就很滿意 但是我看到蝦多士 以前是紅極一時的 對,蝦多士其實是一個很壞的菜式 以前很多人都是在我們小時候 去飲宴,去飲鮮油 很重 要吃幾口才行 對 不客氣了 我們就放一隻蝦 再包一層蝦膠 這樣就變成雙倍了 對 吃下去的口感就… 豐富了很多 豐富,豐富 還有彈牙很多 而且看起來就貧敗很多 而且它鋪的蝦膠 更突顯出蝦味 就是純蝦 可能我們吃它的口感 有些比較微薄 但是鋪上蝦膠 這個正正中中可以叫蝦多士 對 但是Jacky,你今天來到 應該不只是推薦這些食物 給我們的食物 是否會露兩手 當然 看你這麼喜歡這個蝦多士 我不如做一個 創新版的蝦多士給你試試 這麼棒 好,馬上回去 Jacky,你的菜式出名大膽創新 這次蝦多士有什麼搞的 其實我發現很多香港人 都很喜歡吃芝士 所以今天打算做一個 芝士流心蝦多士 你一說到芝士 我真的要抹一抹 流口水 那你出手一定是不簡單 這個很簡單 那是否又是零失敗的食譜 當然 其實蝦多士本身也是很簡單的做法 但是接著我這個步驟 就保證零失敗 而且這次我不用油炸 用焗爐焗的 吃起來的時候 脆,但沒那麼油膩 太好了 又健康,又能吃到的效果 對,沒錯 我首先將蝦仁打成蝦膠 除了蝦膠之外 我還加了這個蝦膠 為什麼呢,Jacky 比較彈性 吃的時候就知道 更彈性 應該知道 你的口感更豐富 而且我加了蝦子 讓它吃起來的時候 有一種彈彈的 對,脆脆的 增強它的質感 蝦子 蛋白 打蝦膠也真的離不開蛋白 對,沒錯 怎麼可以更滑還是起膠 對,更滑 更滑,脆身一點 鹽 糖 還有一點胡椒粉 加點麻油 好,接著我將它融合了 攪拌… 這個果然是零失敗 對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我們有時候攪拌的時候 有些是一邊攪拌,一邊加 對 你看,Jacky是很有信心的 對,這個份量 有多難 對 就完成了 剛剛看起來好像很濕潤 對… 現在馬上糊了 因為它有些鹽 會令蝦膠更容易融合 以及起膠 好,接著我們準備好些蝦膠 是 切了蝦邊 接著將蝦膠一開為二 其實你一開四其實也可以 但一開四,這個蝦膠太小了 我覺得這麼小的 不夠藍藍吃 對 我們將一件蝦膠塗上蝦膠 藍藍應該不夠餡 不要太厚,我太厚會難熟 對 因為有兩層的 所以一定夠的 對,放心… 芝士我們一開二 我今天用了芝士的 很棒 對 我們將一塊芝士放在多士中間 然後將麵包放上去 哇,三文治 原來有個價格 我就是奇了 為甚麼它切得這麼仔細 你看,連起芝士就剛剛好 對,我們接著這邊 我們將它封好 這樣就不會把芝士走出來 沒錯 而且外形比較漂亮 真的不像一塊三文治 對… 對,你不封邊看起來就像那些三文治 對,不漂亮 Jacky,我想問這個蝦膠的厚度 是否跟麵包那麼厚呢 對,差不多 你看到那個厚度差不多 對… 好,在進爐之前 我們塗少許蛋漿在麵包上 等於焗完之後 會更加色澤,會更金黃一點 更漂亮 對 這個兩面都要塗 一面可以了 一面可以了 那我們的魚的焗爐 大概180度 焗它大概18分鐘左右 很方便 對 今天除了蛋黃醬之外 還有加了一點點蝦膏 對 蝦膏只是炒菜而已 對,加了一點蛋黃醬 味道很多 還有跟這個蝦多士是很緊急的 好,很期待 好了,趁熱吃這個 芝士流心蝦多士 加了一點點即食的櫻花蝦 你吃的時候 加上蝦膏的蝦膏 對,我先用手 我覺得蝦很特別 有些微微的酸 帶回胃口 接著有蝦醬的鹹香味 對,很搶 而且味道是很香港的 很傳統香港的味道 感覺有點像千島醬 但它是鹹的千島醬 很可愛 很美味 謝謝 其實懷舊的菜式 不是每個都可以改得 而且改得好 但Jacky的蝦多士 保留到傳統之餘 又有創新 真的不得了 很感謝你,Jacky 很有品味 對 而且很容易煮 很容易煮的 我回家一定會煮到零失敗 其實有很多集你也有說過這句 對,回家煮 對… 我想我在這裡煮 對… 好,我改良後煮給你吃 對,又試試,大家研究一下 所以在我煮給你吃之前 Chang哥,你待會煮甚麼給我吃 待會你就知道 對,不過如果你也吃過的話 我應該要叫你做姐姐 對 對 待會你就知道 好的 Chang哥,你剛才說煮甚麼 姐姐級的懷舊小食 這是甚麼 冷告 這個潮州小食 其實六、七十年代 就比較興起 到處都有 其實我也沒吃過 也請教了一些潮州師傅的做法 過往的口感會比較堅硬 對 這個我有少許改良 對 吃得比較鬆軟的感覺 我們有牛奶 現在先加了酵母 因為它要發酵 讓它發酵一會 這個一定要先做 如果我們先拌好粉 它發酵的時間不夠 待會就做出來不太好 現在可以了,差不多了 是 我們可以等到一旁 讓它走一走 這個時候我們要做粉 有麵粉 中筋、高筋 對,低筋 低筋 對 有泡打粉 做出來就會比較蓬鬆 是 有些糖 是 好,加完糖之後 我們要先拌勻 混和了 這些粉過不過篩也沒所謂 粉我就不過 因為我一會兒做完 也要過多一次篩 好 但是這個呢,我們… 拌勻也可以… 拌勻就可以了 但是待會放蛋就要慢慢 盡量不要打到起筋 好,這個時候我們就少不了雞蛋 我們要慢慢分幾次 拌勻了 為何要分幾次 對,因為一次過我又怕它一坨一坨 我寧願它吃了 它就會容易起 起到出來的漿 所以待會兒會有一坨很黏的東西 又不會很黏的 但又會有稠身一點 我們混合它 它拌勻至粉沒有了 最初拌勻會有一些黏手的狀態 但我們不要用力拌勻 一旦拌勻至起筋 拌勻至不太黏就可以了 是嗎 對 拌勻它 你看到它還有很多白色粉 其實一定要拌勻 但又不能打得那麼厲害 會起筋嗎 對,否則就會起筋 所以為何這次要用低筋的麵粉 就是不想它太起筋的效果 我想它跟隔壁餅最大的分別 就是隔壁餅沒有放酵母 而它有酵母 中間有些皮泡,好像有點膏 鬆軟一點 所以吃隔壁餅很脆 對… 這個不脆的嗎 這個脆 邊脆 對,邊脆 中間逢鬆,吃鬆軟的口感 吃那個膏的感覺 對 這個時候我們混在一起 這裡有酵母的奶 發酵了,現在慢慢加進去 也是分段加,讓它更容易搓和融合 對,通常液體和固體融合在一起 不可以一次過 要逐點逐點,這樣更容易融合 還有這個呢 它發酵的程度不同 都有影響到我們到時的漿的效果 但是這個做法是不變的 但是發酵程度多與少 到時可以再判斷 需不需要加多一點水 看到現在已經流質了 這樣已經容易攪拌了 嗯… 也是,攪拌的時候 我們不要攪拌得太厲害了 不然又有根性出來了 去到這個程度,我們過篩了 嗯… 我就倒下去了 嗯… 這個篩較大,我們可以倒多少 小的其實也不需要擔心它會倒不完 因為一邊倒,它會慢慢隔 嗯… 這些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嗯… 要隔離這些了 好了,現在過篩,就加椰汁 香一點 對,這個很香 香味 還要有些油 我們混和後,包補鮮紙發酵20分鐘 就可以煎了 好了,現在的漿發酵了20分鐘 那看到有什麼不同 有泡 對,因為發酵了,有起泡 現在我們加了酵母 我們要先預熱 通常它有點飆煙的狀態 因為它稍後要焗 所以一定要夠熱 我們要少許油 那… 拿些廚紙少許 這樣就濕濕就可以了 那我們先拿少許的份量 做一個個 是 小火來的,然後就加少許 對… 那麼冷膏呢,它是比較厚一點的 那大約我這個殼就大約兩殼半左右 好了,那做了之後呢 我們就要拉邊了 因為它這個東西吃下去的邊是很脆的 是的 好了,那現在我們下了 好,攪拌了邊後,你看邊很薄 所以轉頭就很脆 但是我們要調校最小的坑硬火 坑硬火? 對 坑硬這麼小 對 少許… 因為我們要靠熱力烤熟 我們不是說煎 如果你狂開火,下面的位置就會焦 那如果我家是電磁爐,可以嗎 電磁爐也可以 但是它做的效果就沒有明火那麼脆 因為明火的旁邊也會受到熱 電磁爐就焗在底部 但是效果一樣做到 但是邊是不脆的 明白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開一開蓋看 就這樣看 差不多了 對,差不多了 對了,你看那邊 很脆的 對,開始乾了,它就脆了 很漂亮 值得 對,因為它有厚度 所以外脆內軟就是這個效果 就是軟的? 來看看 你看到現在這些 可以的了 有回彈力,很厲害 對,好像你的皮膚一樣 如果還未熟的 我們剁下去,它只會軟了 即是削身的 我們可以拿出來,先反轉 但這個其實跟隔壁一樣 要吹一下 如果吹就好像了 那就會脆一點 而且裡面的溫度降低一點 不要太濕 這個時候先吹一下 蒜頭那邊就很脆 裡面就吃得很鬆軟 很想試 好,這個時候我們要做餡料 椰絲,我們要炒一下才會香 對,椰絲一定要炒到 馬上已經很香 有溫度,椰子的味道更加脆 對,馬上聞到味道 對 看到嗎?椰絲炒得開始鑽色 那一會兒,我有一些鑽了的芝麻 鑽了的芝麻 有一些炸的花生 把它剁碎,拌入糖 然後混合在一起 可以把冷糕放在上面吃 當然,還有牛油煉奶和花生醬 哇 今天我又試試用傳統的美食 配這個網紅的奶蓋 看看效果如何 很期待 對,這個奶蓋就是奶茶的配方 上面的配方 上面的東西 這個也可以一味澎新 對 這個可以了 就是,這個 激烈芝士 對 放在室溫放一放 讓它容易軟化 但如果不室溫 還可以有什麼解決方法? 你用微波爐輕微一微也可以 就是10秒 對,如果你在冰箱的話 它太硬了 就很難跟牛奶融合 那就在室溫放一放 牛奶也是一樣 逐一點這樣加 對,讓它更容易融合 融合 對 這個可以直接用機器去打嗎 等一下要 但現在這個機器比較難打 所以我就用這個刮 先拆開 先拆開鮮奶和忌廉芝士 這個鮮奶也是用全脂吧 對… 這個就不需要像我那樣說 要室溫 冷的也可以 對 好,現在我就可以… 可以用蛋花了 對 攪拌均勻 剛才一塊這樣攪拌不到 對 攪拌到它開始沒有粒粒的時候 我就可以加入鮮忌廉芝士 它這隻有沒有說有糖還是沒有糖 它沒有糖,不過我會加煉奶 是,一定有煉奶的 對 我平時吃的奶果有點鹹鹹 對 為什麼呢 海鹽 因為其實鹽和甜味融合在一起 它有一種很… 對,很特別 對,很特別的鹹甜的味道感覺 海鹽 好了,拌勻後 因為它很稀的 是 好 我就要將冰水 鑽進去 做這個 打它了 換氣 打到它結身 我一定要打結它 它才浮到在奶茶上面 浮到在上面這樣 今天我是因為做冷餅的餡料 所以我會做稀一點的 我會少一點忌廉 如果你是做那個奶果 你會多一點忌廉 讓它稀一點 要不然你煮不到 明白 那這個力度又要多大呢 這個速度 可以的 對 好 再放在冰水裡 因為你室溫的話 它沒有那麼容易凝固 冰水的時候 令它等於室溫 它會溶溶一點 這個可以打到它挺新的 對 差不多了 不要打太久 打一打太久就要起一顆 很香 很香 這個比奶果稀一點 因為我做鹹 很香 奶果稀一點 奶果稀一點 不吃的時候 我塗一點花生醬 在蛋糕上面 然後再加一匹的東西 哇 一流的醬 一流的醬 對 這是我人生第一次吃的 很高 我不客氣了 傳統的感覺跟雜餅有點相似 今天難得有Jacky的網紅奶蓋 我覺得一定要混合一起試 因為我這樣說 你除了今天 外面是吃不到這個味道 Jacky, 你的粗粒花生醬很棒 對 一定要粗粒花生醬 你才會有那種質感 口感 對… 像爆漿一樣的效果 它又有傳統的味道 又有椰絲香 但是加了奶蓋 吃下去會變得更濃 是 味道不同了 這個不僅僅是甜 加上奶蓋 鹹鹹的 我覺得還會再開胃一點 我可以吃多一塊 我覺得真的可以一眉身 真的… 真的一眉身 我今天覺得粒粒必需發揚光大 要令它像雞蛋仔一樣 成為香港人氣美食之一 沒錯… 我想到時候應該排隊到… 不知哪裡 我們一起餵粒粒 乾杯 好 乾杯… Cheers!